歡迎回到職業電競聯賽 接下來瓦琳接著要打第三回合 畢竟今天是KOF的賽制 她要對上的是鋼鐵人的輝 剛從IG戰隊從大陸這邊取經回來的輝 感覺壓力會比較更大了一點點 對 其實我昨天有跟輝聊 我們等一下再聊內容好了 好 接下來我們看到所選擇的剃圖是地圖 地圖是夏庫拉斯高原 那這張地圖在TSL裡面只有斜對點 好的 那還是一樣要請老師幫我們介紹一下 夏庫拉斯高原這張地圖有哪些地形的特性 值得我們注意的呢 對 其實神主打神主的話 基本上這張地圖是一個二框比較容易守的 因此我是覺得這張地圖比較容易看到開框 但是畢竟是神打神 也不代表你可以很開心的開框 對 還是要稍微留意一下 那這張地圖一樣是一個4BG 不是那麼適合 因為畢竟還是一個窄口 但是還是有可能發生的 對 老師說到這個窄口啊 就可以想到說夏庫拉斯高原 它的二框門口其實不太大 好像兩個立場就可以封死了 對 再一個二框門口 主框門口是一個 那二框門口是兩個 對 好的 雙方都準備好了 第三場又是從神主內戰了 對 那我們看到兩位都已經進入我們的遊戲畫面了 接下來要請老師幫我們報一下點位了 對 我們螢幕上現在還沒有看到 有了 有了 出現了 我們現在看到螢幕5點鐘方向 那是我們樂森鋼鐵的灰 是紅色 紅色的神主 好的 接下來看到另外一邊 對 來到11點鐘方向 那是我們懷疑Spider的Lin 藍色 藍色的神主 Lin雖然目前在這個賽季只有出場六次 可是在這張地圖呢 它已經有三次的經驗了 一勝兩敗 勝率是33.3% 那反觀灰這裡 灰這邊 哇 在這張地圖的經驗很多 已經有八次的經驗了 七勝一敗 勝率是高達了87.5% 對 這應該是 感覺是土生土長的高原人 對 高原人 下次應該送他到西藏 可能會更適合他 對不對 對 看看 我詢問他 西藏沒有什麼職業戰隊 可以送人過去 可能比較難 對 可能會稍微困難一些 那剛剛其實聊到 就是灰跟我聊說 他這一次出國的一個想 去大陸的一個想法 其實這次去的時間並不長 對 一個禮拜 對 一個多禮拜 一七七而已 一個禮拜多 一兩天而已 那他是跟我講 其實他到那邊 因為他覺得他一個比喻很妙 那我個人覺得那個比喻可以拿到那邊 就是他覺得他到了那邊 他現在他站到了一個更高的 更高的一個 更高的一個視野 看到了整個星海 但是重點是他的實力還沒有提升到那邊 真的嗎 會不會是他太謙虛了呢 對 他其實有講 他說到那邊 其實他看到了更多的一個戰術 以及訓練的一個方式 還有大家的一個 算是一個相處的模式 大家一起討論戰術這些東西 對 但是他自己因為其實只有一個多禮拜 其實並沒有說讓自己的實力提升得多 而且反而 他說他花比較多的時間 在跟他們的選手做交流 我想其實這一塊反而也是之前AK比較缺 因為之前他去的是沒有翻譯的 對 因為之前AK去的是韓國這邊 本來一開始去的時候 好像還有一些大陸的選手 也是前往韓國取經 本來想說可以互相照應 互相翻譯一下 就沒想到他去了 每兩天大陸選手走了 對 說好的討論戰術 對啊 說好的互相照顧 最後只好用英文 也很勉強的跟韓國教練這邊 來進行溝通對不對 對 其實就是比手畫腳 我們玩星海就知道比手畫腳 但是這樣子其實在對一些 比較深層的一個戰術討論上 是比較難的 對 那這一點的話 輝這邊就講說 他這一次訓練面其實做了很多的討論 他覺得 由於是訓練的方式 他就跟我講 他覺得那邊神族頂天訓練的訓練方式 跟他自己在台灣這邊的訓練方式 是完全不同的 好 那回到我們的戰局這邊 老師你覺得目前 這算不算是一個鏡面的開局呢 對 目前都是一個鏡像開局 所以剛剛沒有特別提到 現在兩邊都是選擇的一個 出了一隻追劣 那都並沒有 都是一起都各出了一隻狂戰士 然後都是派狂戰士去追趕 這個對方前來探查敵情的探測機 對 那目前看來應該是不是一個4BG 因為兩邊的瓦斯都已經下了 而且都是各三隻在挖 好 講到這個頂尖選手的訓練 其實剛好前幾天應該就說就是前天啦 東拉姑有來到TSL 剛好那天我有在公司 那就跟東拉姑小聊了一下 我就很好奇的問他說 不管是你自己或是教練會不會給你 這邊發生了一些 對 發生了一些會戰這邊追你 我追你追他追 要不要考慮先點到隊 先把那一隻 哇 多一隻公兵啊但是 雖然公兵的公結力無關痛一樣 就不是那麼痛啦 但是呢 人多氣勢就上來了對不對 但是我們還是選擇稍微往後面繞跑一下 啊呀 想救他 救不了了 因為沒有辦法 因為最主要還是不敢練戰 因為我們家裡面選擇攀升科技 而不明不知道對方家裡胡不賣什麼藥 所以不太會換掉 怕打一打 你後面來了三隻追劣就糗了 對 選擇先回家 好 那這個追劣就留守在中間的 廖望台這裡 隨時來監控對方 是不是什麼時候要出兵攻打過來了 對 兩邊的一樣 雙方都是選擇了機械製造廠 那現在其實就看接下來雙方的一個走向了 灰這邊是比較保守一點 出了兩隻的哨兵 而另外另這邊則是一隻的哨兵 然後利用建築學堵口 是 那因為它有建築學 所以這一個哨兵其實放一個立場呢 本來其實上面這個窄口就很窄 一個立場應該也就可以封門了對不對 對 其實用一個立場就可以了 這一隻追劣硬進去看 哇 立場被堵住有點囚 好 看光光 讓林的追劣長驅直路了 他到底有看到哪些呢 對 這一個偵查貴的點 但是有看光 有看到最主要是看到機械研究所 就可以知道你的選擇了 知識是無價的 資訊也是無價的 我覺得其實它的犧牲是值得的 對 其實它的犧牲是值得的 那現在其實接下來就看 林這邊如何做選擇 因為它這邊選擇的一樣也是機械研究所 我們現在左上角看到我們的建築牌層一樣 今天所蓋到一半 對 那我們看到這邊呢 也是雙方都在生產這個不朽喔 那等一下如果雙方的配品組合一樣的話呢 要拼比的就是操作了嗎 老師 對 其實比的就是操作 還有選擇的一個開礦的一個時機點 你如果大膽一點你就開礦 開礦撐個三四分鐘之後 你的經濟就會慢慢的優勢回來 對 但是前提是撐過去 對 要撐 撐過去 還好我們的二礦門口也不是太大啦 兩個立場就可以把它堵住了 但是還是要有足夠的兵力 在立場後面做輸出 對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這張地圖我講 是有機會看到二礦開局的 就是因為主要是我們利用斜坡 做一個立場的一個擺放 那其實在防守上是比較輕鬆一些些的 那這邊感覺輝一副就是我要開礦 我再等四百 有了 有 有 四百塊了 終於放下第二個主堡喔 對 兩邊真的到目前為止 真的是一個近乎近向的開局 兩邊的工兵數量只差一隻 那 輝這邊的追劣 輝這邊的不朽 不是 一直講錯 輝這邊的巨像 先出來了 但是令這邊其實也快完成了 對 我們看到雙方這個配兵組合 是非常的相像的 所以拼一比的真的是雙方的細心 還有雙方對這個地形的了解 以及他們的操作囉 對 我感覺令想要打一波喔 因為令不開礦了 而且放下第四個兵營部隊走出門 那輝也看在眼裡啊 對 小眼睛在這邊是看的一清二楚 對 那現在輝表示壓力很大 對方有兩隻的不朽者 對 還有一隻巨像 而自己家裡面只有一隻的不朽者 還有一隻巨像 而且就這個狂戰士的數量來講 還是令比較多一點點 對 剛好多四隻 是 那現在輝也趕快刷兵了 希望可以趕快守下來喔 如果說這個第二個主堡被迫取消的話 其實是還滿傷的喔 對 是非常傷的 而且等於說你第二個主堡被迫取消 對方可能就可以順勢開礦 因為兵力優勢 選擇後撤就可以開礦 那我們現在是不可能取消的 因為他是蓋好了 但是蓋好之後守不下來 那就是虧中之虧啊 非常的虧 對 沒錯 那這一個狀況的話 等於說應該就是死守了 但是現在 灰這邊趕快刷出了兵力 那利用斜坡的優勢 很操作了喔 現在有兩隻的巨像是一個 我比你多一點點 但是對方令這邊擠得很快 令這邊漂亮喔 然後我們硬擠要先用巨像 踩了一下立場之後往後退 我們的巨像是可以踩破立場呢 不顧這個地形往前進的 不過灰這邊的操作更勝一籌 是 對 我們剛剛看到一個領坡 圍一步啊 把巨像稍微往後撤了一點 躲開你的傷害 對 現在這邊你還在刷我 你不如刷冰我就把你吃掉 不過這個巨像是留了兩個 蹦蹦哥在前線撞力成人啊 對 現在應該是走不掉了 那這邊的話 灰這邊有一個絕對的優勢 因為二框開起來 對 所以他也趁著這個時間點 一路的壓回來 還沒有壓到對方家裡 令你就打出了GG 對 好的 恭喜灰拿下了勝利 也為我們鋼鐵人今天開湖啦 2比1 現在只有一分的差距 還是一樣要請搜拜老師 幫我們講解一下 剛剛到底這兩邊 你發生了什麼事情呢 對 剛剛帶你部隊量來說的話 令那邊是絕對是比較多一點呢 灰這邊是利用一個 你是一個狹窄路口 那我是在上面已經把陣型攤開 利用立場做一個堵 堵住 雖然令這邊其實有一個小操作不錯 讓巨像踩住之後 立刻往後退 對 那巨像這邊 那灰這邊的巨像 操作也是不遑 多讓在上面 雖然說被你的寬師打 但是他判斷沒有上 沒有危險 繼續打打打 他發現有點痛了喔 選擇往後側 再拉回來 那邊一來一往之間的操作 還是 灰這邊是技高一籌 對 那成功守住之後做一個反推 應該說我們往下走 然後令這邊就置之不敵了 對 所以我們就看到 令還沒有打到自己家門口 就打出了GG喔 所以接下來 遊揮要進行第四回合 不知道Spider這裡會派出哪一位選手 讓我們休息一下 廣告之後記得回來